後疫情實在 誰是隱匿疫情 究責該負責任的那一方 我們看到中美究責 在相互甩鍋 今天出現的大逆轉 師兄帶我們來看到 居然美國在甩鍋 甩到這個鍋 甩回自己身上來了 沒錯 我一開始要先唱一首 蔡依林的歌 你怎麼連話都說不清楚 話都說不清楚 現在話都說不清楚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你看 龐貝奧前幾天不是才說了 有大量的證據 顯示這個病毒來自武漢 結果這幾天都改口了 美國政府無法確定 病毒來自武漢 大家不是說 那你是在講什麼 都已經出了 為什麼我剛才會唱這個歌 你連話都說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 兩個是前後矛盾的一個狀況 72小時前 你還說的斬釘截鐵 現在變成無法確定了 對啊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無法確定 主要是因為他底氣不足 因為為什麼 跟他贊同一邊的人 沒有人這樣說 包括說什麼 美國聯席會議的 參謀會議的主席麥利 他就說什麼 證據顯示 病毒不是人造的 也不是被刻意釋放出來 那不是跟龐貝奧的說法 不一樣嗎 那另外一個 目前美國正在進行一個 國家情報總監的 這個提名人選的這個審查 這個賴特克里夫 他說什麼 我沒有看過病毒 來自武漢市場的相關的證據 但是他說他會好好的來這個 追究這個來源屬於什麼地方 所以你看 因為他 阿米騎的工兵 都沒有這樣說 所以龐貝奧變成是說 他有點前後說不清楚 這一個被提名為總監的這個人 他後來居然講出這一句 以後我上任之後 我會盡可能的提供公正客觀的證據 這一巴掌又打在蓬佩奧手上 臉上了 蓬佩奧被打臉之後 當然中國大陸人是不會錯過這個機會的 你們自己人說這樣的話 好 所以你看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華春瑩就出來說了 這個龐貝奧先生最近說了很多的話 他說他有大量的證據 大量的證據 就給我們看看對不對 他說美國 都一直想要把這些鍋 甩到中國大陸 他就說不要再演這個希臘 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他等於是狠狠的 回嗆了這個龐貝奧 好 那不只是華春瑩撿刀槍 這個中國大陸駐美國的大使 崔天凱他也撿刀槍 他就說他用酸的 他就說世界上總是有一些人 所坐的位置很高 但是不意味著他的智商 或是情商就是很高 這個是不一定會成為正比的 所以你看言下之意 他在酸美國的那些高階的領導人 跟這個華春瑩這樣開幹 其實兩個是不太一樣的態度 就責 甩鍋 講的不是口水亂噴 講的也何止證據而已 現在我們來看到 美國天天都有命案 都有人不幸死去 但這一條人命他太敏感了 沒錯 事實上為什麼敏感 我們先給大家講 事實上最近疫情過後 有幾個東西大家一定要爭奪 一個是疫苗 一個是解藥 尤其是疫苗 疫苗的話 中國大陸的 我已經有前一陣子才說 4月底的時候說 我們這個今年一定會有疫苗出現 5月3號的時候 川普就說 我們美國年底也會有疫苗出現 好 人家問他說 萬一疫苗領先的不是我們 是別的國家 他就說我會給他們脫帽致敬這樣 但是言下之意 他還是希望美國能夠生產出疫苗 好 所以他5月3號這樣表態的時候 在最近的時候剛好就發生一個命案 被人家認為說就跟疫苗有關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劉斌 劉斌 我們看到他的長相 他當然你看得出來 他就是華裔人士 他其實是披茲堡大學的 一個醫學研究所的 一個相關的人員 因為他在5月2號被 在家中被殺害 殺害的時候 軍事長 他的殺害的時候 頭頸還有身體 都有致命的槍傷 但是你就說 那不就是一個槍殺 那跟疫苗什麼關係 主要就是因為他在披茲堡大學研究之後 他過世沒多久之後 披茲堡大學就發了一個文章 就調念他 就說我們目前 他在新冠肺炎相關的研究中間 即將要取得突破性的發展 特別是在疫苗領域 因為他所主導的一個領域 主導的研究範圍之內 目前這個披茲堡大學 他們有研發出一款 目前可能已經進入白老鼠的試驗 如果只要美國FDA認可的話 就可以進入所謂的人體的試驗 所以在疫苗上面的話 披茲堡大學是領先的 而且劉冰剛好也是這個 從事的人員之一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 你川普才說到這樣的時候 那怎麼他就被傷害 難道是有人要殺害他嗎 有什麼理由 讓一個在研發疫苗 這麼重要的人 就用這樣的方式行刑式的 要了他的命 他不想讓他疫苗研發出來嗎 對 現在有幾種可能 一個可能就是說 他難道是掌握了美國的一些 相關的證據 準備給中國大陸 那是中國大陸的說法 美國的說法是說 他就是可能研發出來的 一些證據裡面有指指到 這個病毒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所以中美雙方都認為說 人是在台 好 那到底現在情況是怎麼樣 最新的發展是 環球時報他現在就說了 人真的在台 為什麼 他就說早在去年7月的時候 美國維基尼亞州的一個 退休的社區叫做綠色春天 他這個地方就曾經爆發過 神秘的疫情 而且當初有54個人死亡 54個人染疫 兩個人死亡 而且這個症狀 都跟這個新冠肺炎相當類似 因為當時是7月 7月照理說不可能會爆發這種肺炎 因為肺炎的流行 流感的流行 大多都在秋冬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奇異的點 好 除了這個點非常奇異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點就是因為 該社區距離所謂的 德克里克堡的生物實驗區 就是我們曾經講過的 美國的P4實驗室 而且也被中國懷疑說 是這一次新冠肺炎病毒 可能流出來的這個地方 你看它距離大概一小時的車程 所以這些這樣子 來來回回的證據都證明說 好像這個後面 這個中國大陸有掌握說 掌握到不少證據是說 這個其實人可能真的是你殺了 而且這個新冠肺炎 可能病毒來源是來自於美國 現在雙方還是呈現一個 各說各話的一個局面 你就看到了 川普用力的甩鍋 鐵零星的甩鍋 甩鍋為什麼 就選情 11月要選舉 問題是甩鍋就選情有用嗎 目前是這樣子 前一陣子民調來說的話 川普其實落後拜登有一段差距 而且是被甩到這個 所謂的信任區間之外 但是最新的民調 現在川普看起來更有底氣了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從5月4號還有5月5號 進行了最新的民調顯示說 他現在全美的選民裡面來說 43%支持拜登 然後41%支持川普 所以他們兩個差距 只有約莫是2% 3%左右 就是說這個差距跟一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 他大幅拉近了 對 而且在信賴區間 這個照理說來說 就是有可能我有隨時可能翻盤 而且川普看到很多數據 他覺得我有可能贏 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 創造工作機會裡面來說的話 45%的人認為 川普可能比較會創造工作機會 比拜登的32%更高 好 另外一個 領導美國抗議的時候 拜登有37% 這個川普37% 拜登35% 所以在目前美國人最關心的 兩項議題 我都贏這個北京拜登 所以他當然是顯得相當有底氣 好 你要知道 今天在4月份之前 川普是明確的差距落後在拜登 拜登是一路高跟猛進 沒有想到5月被他咬盡了 換句話為什麼 因為他開始用力甩鍋了 是 沒錯 他這個其實他從現在 前一陣子到最近來說的話 他只有做一件事 把這個鍋甩到中國大陸 指控中國大陸 人先一抬 他這樣明天就上升 所以你覺得他接下來會怎麼做 繼續甩 用力甩 當然繼續這樣甩 所以他現在也看到一個明燈 好不容易在暗夜中看到一個明燈 好 那我們講說其實 大家都會想知道說 年底的選舉到底是拜登贏 還是川普會贏 這時候就有一個章魚哥跳出來了 章魚哥出現了 章魚哥是什麼 章魚哥居然是在浙江省 中國浙江省的義烏市 為什麼你會覺得 這個義烏市有什麼相關 事實上必須這樣講 因為義烏我們知道 他是做很多小禮品 小燈飾 小燈飾 小燈泡 還有小旗子這些東西 你看一看他們這是什麼 這是他們在幫川普在這個 包括說印他的這個競選海報 或是他的布條這些 你看他們在做的這個畫面 還有這個美國的國企這個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變成是 美國選情的參考指標 因為過去 就在四年前的選舉的時候 川普跟這個 Sharry 兩個人 他們在競選的時候 他們都把單下這個地方來 也就是說我們要弄小 造勢不是要小旗子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海報 全部都是義烏做的 所以他們當初人家就問說 你們義烏人 覺得大概誰會贏 義烏人就很簡單 反正只要是我們接到誰的訂單多 我們當然是看好誰 表示說他的很多支持者 或是說他的政治現金很高 四年前的時候 你要問他說你們四年前是怎麼樣 他說我們四年前義烏人 大部分都覺得說川普會上 你們不知道 這美國人家一路西拉蕊 高歌猛進 結果你看後來證明是什麼 證明是他們對 證明是義烏市的判斷是正確的 但他們就說很簡單 因為我們看到四年前的 這個相關的訂單說 明明這個沒錯 民調好像是希拉蕊領先 可是我們接到很多都是川普的單 川普的單很多 比這個希拉蕊多很多 所以你讓他們覺得說 當然他們覺得說川普的後世看長 居然居然是川普當選了 好 結果人家這一次再去問 這個義烏的人 這一次是怎麼樣 他說我們現在接到的單 大部分都是來自川普的 拜登根本沒有單 所以他們認為說這一次 川普一定穩的 所以他們目前是這樣看的狀況 這是義烏指數 還有義烏這個章魚哥 目前告訴我們的選情狀況 所以從民調這個指標 從義烏這個指標 川普真的是 笑得吹吹吹吹吹 不但高歌猛進 他還加碼再甩一次鍋 沒錯 事實上他這幾天到亞利桑那州 為什麼到亞利桑那州 很簡單 為了選情 因為亞利桑那州在過去 就是一個搖擺州 他在上一次好不容易 所以他這一次出巡了之後 第一站就跑到亞利桑那州 但是沒想到他去了之後 被人家罵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大家在那個地方 都戴著口罩 結果這個川普總統 居然沒有戴著口罩 他戴著眼罩 他戴的是呼目鏡 你要說你來這邊你好歹也是 你來看一下 結果你知道 他在這個會議裡面 在參觀這個工廠裡面來說 他說最有讓人家記憶點的 一句話是什麼 他說我們這個工廠 潘英威爾的工廠果然是很讚 生產的口罩什麼果然都是美國品質 最好你看他在這邊叫 美國生產的最好這樣子 結果他後來酸了一句 工廠不會生產那些 不能夠用的口罩 就像從某些國家寄出的口罩那樣 你可以看到某些國家 他在酸什麼 我們最近才講到 中國道很多口罩工廠倒閉 所以你可以講 他講的就是中國道 所以你看 他連去亞利桑那州 去視察工廠的時候 他都很酸中國道 所以你就知道 他現在勝選的只有一招 我盡量把這個鍋 我甩到中國道去 而且證明說真的是跟 真的這個疫情是來自中國道的話 那我的選情 那當然就可以水漲船高 防疫的這段期間 真把大家悶壞了 但是也悶出了 外送訂單滿天飛 後面問題很大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兩件事情 先來看到這個是 就跟您講了 這個外送員才入行短短七天 這麼一撞 撞出大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他撞上的是千萬身價的 兵力跑車 結果這麼一撞賠償700萬 他才做七天的外送 你要他怎麼賠 這下事情大條 另外在去年 我們還記得這一起 在石定 這個20歲的年輕人 媒體形容他是孝順的孝子 幫忙家裡送金針 結果不小心 一個疲勞駕駛 去斷造停在路旁四輛的法拉利 這個也很嚴重 後來還一度傳出有超過25個 善心人士看到新聞 大家集資要幫他來募集 所謂的修理 修善的費用 今天我們看到這兩件事情 背後呈現一個什麼狀況 天有不測風雲 好險 你有買保險 那就好險 沒買保險就是不太妙 今天我請到愛大道來看到 這個跟車子相關的保險 就叫車險 就是產險 後面的美國是多少 其實水很深 並不是你所謂的保的額度越高 保險就一定越大 今天來告訴我們 這個車險的背後 有什麼樣的美感 好嗎 是的 我們來提一下 保險本身有分為 非常多的一個項目 叫保自己本身 自己車子的叫做車體險的部分 大家看我們剛剛像外送員 撞到了2000萬的兵力 被求償700萬 原因是什麼 因為可能造則 是在外送員的車身上 因為你是造勢責任的主因 你造成了對方的財務損失 當然賠償金額要由你來負責 是不是這樣 結果這個時候怎麼辦 通常你自己的車子 保的叫做車體險 你要賠償對方的 叫做第三人責任險 也就是你自己車子 駕駛乘客以外的第三人 財產的生命財產損失 體傷死亡 財產損失 即便你撞到檳榔灘 檳榔灘那個亭子 要修復 那算不算財務損失 算 所以這個就是 第三人責任險的一個用意 但是第三人責任險很有趣 它分為什麼 體傷 死亡 這兩個不同的一個項目 那這強制險的部分 只有陪對方體傷跟死亡 這是陪人的部分 這個是政府強制規定的 那我們看到第三人責任險 除了體傷 死亡之外 還有所謂的財損的部分 那這個必須得要在強制險 先理賠完的不足額 才會由第三人責任險 來去做理賠 通常一般我們第三人責任險 簡單來說它會叫做什麼 100 200 然後再來一個20 這個部分叫做體傷的部分 這個叫做死亡的部分 單一事故 財務損失的部分是20萬 這個是最基礎的一個 所謂第三人責任險的保額 那問題來了 你剛剛那個熊貓車 撞到了兵力 要賠償700萬的維修費 怎麼賠 強制險政府規定都有保 可是強制險有沒有財損 沒有 所以它的第三 假如它有保第三人責任險 有20萬的扣打 那還有680萬 剩下680萬 那不知道賣幾顆剩才夠賠 那怎麼辦 那有人說 我這邊不是還有一個100 200 這個200可不可以拿來用 不行 不行 因為強制第三人責任險 分得非常清楚 在人跟財務的部分 是獨立的兩個保約 所以現在有推所謂的 超額責任險 叫做彌補第三人責任險的不足 假如今天這個事故 我們知道現在撞死人 基本起跳一個人的死亡 大概要賠償400萬左右 可是我們剛剛看的第三責任險 200萬 100 200對不對 對 這個強制險是不是150萬 這裡有一個100 200 所以總共你最多能夠用到多少 350萬 如果你撞死一個你自己掏50萬 這個部分可以遮掩 一個人的死亡的部分 可是同一起事故 有兩個人死亡 就已經變成乘以2 800萬了 800萬 由強制險的150 第三人責任險200 350 絕對是不足夠的 所以這個時候超額責任險的 運用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換句話講 有三張網 第一張 第二張 如果都沒撈到的話 我好歹下面我再張一張網 就叫做超額責任險 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台灣那個進口車 市佔率今年第一季 這個是新出爐的數字 突破50%都是進口車 然後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其中豪車車市佔百分之 將近21% 換句話說要告訴大家什麼 開車真的有主意 不然沒主意 打到的可能是這種豪車 真的會吃不完兜著走 最後你剛剛提到這個超額責任險 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那你剛剛先定性的來跟我們分析 再來我們定量來告訴我們 那就會變成權利義務關係 我今天用多少錢 去買你這個鞋 你可以提供我多少的服務 剛剛俊相分析 現在進口車 在台灣的車市 已經超過五成的市佔率 進口車裡面也有20%以上 是豪華品牌的轎車 這個車子路上跑 基本售價起跳就是200萬 現在的車子有好多安全系統 這個車頭一個燈是矩陣 是LED頭的一個燈20萬 然後又有A-DAS主安系統 一個雷達又是20萬 所以隨便碰到一下 就是50萬起跳 所以第三人責任險 大部分人有保的 會選擇財務損失 在50萬的額度以內 那大部分保險公司 是每個保險公司不同 他會要求你 這兩個是要一個成比例的搭配 也就是體傷跟死亡的部分 是一個組合 加上財務損失的部分 這兩個組合 是有一個等比例的搭配 那這個部分 大概在4000多塊錢的保費左右 OK 知道了 一個人受傷最多賠300萬 一個人單一事故死亡 最多600萬 財務損失的部分50萬 撞到一個檳榔攤50萬夠賠 撞到兩個檳榔攤就不夠賠了 就不搞 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比較以往的 沒有在超額責任險的部分的部分 大家都是這樣子的保法 OK 再來發掘路上很多豪車 很多移動式的房子 隨便碰一下 你看我們一般路上開車 碰到人家這個保險桿 刮傷吊氣說 我背你3千塊有夠嗎 有了 去一般的板金烤漆店 烤漆一支保險桿 3500塊錢到4000塊夠了 可是你如果碰到這種法拉利 你不要像小子這一撞一排不得了 你輕輕碰到一下他的保險桿 那個光一個保險桿的殼 不含安裝烤漆 起碼是70萬起跳 這50萬肯定不夠 所以聰明一點的消費者開始 人員的部分是不動的 在財務損失的部分拉高到什麼 500萬 也就是500萬以內 你都足夠使用了對不對 他的保費相對於 因為保障高了 保費相對於就比較高 達到6262塊錢 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可是500萬對於 剛剛那個熊貓車撞到兵力 好像還不夠對不對 是 所以現在的超額責任險 搭配法通常都是這樣 基本起跳300 620 這個地方每一家保險公司 他要求不同 大部分3600 還是要配到50萬左右 有一個保費 那再加上另外什麼 超額責任險 假如你這邊搭配1000萬的超額責任 他的保費大概會是4432塊 加上超額責任險1000塊的金額 基本上大概不到5000塊錢 5000塊左右 你可以搞定整個 你的第三人責任險 300 650 這些上一月1000萬的超額責任險 可能甚至比這個 你保500萬財務損失 這種第三人責任險還要便宜 艾達我追一個問題 其實你這樣一路講下來 我們就會形容說 這個保險像是一把傘 好像我保費越多 這把傘越大 提供我的保障會越多 想是這樣沒有錯 但實際層面來看的話 真的是我買到那種 保障上限額度越高 保險公司真的會提供你足額 或者是更大的保障嗎 超額保險就來了 很多朋友問我說 為什麼我的超額保險要1000塊 他的超額保險只要600元 同樣都是1000萬的額度 其實這個是有差別的 一般的超額保險 我們剛剛提到的 超額保險 它是遮蓋第三人責任險 不足額的部分 所以死亡 體傷 財務損失 不互相衝突 但是這1000萬的額度 怎麼運用 大致上分為額度型跟計次型 額度型就是保險金額的帳戶型 也就是說今年1月 我撞到一台兵力賠了300萬 我的1000萬超額保險 還剩下 你用掉300萬的空檔了 還餘額700萬 對 第二次 我撞到法拉利要賠800萬 但是你的額度已經不夠了 這個700萬去幫你賠800萬 你800萬的部分 你自己還要貼什麼 100萬 這種的保費會比較便宜 就是很多觀眾朋友們問的 為什麼你的1000萬 比我的1000萬便宜 我的1000萬是 一年要1000多塊錢 1000萬保額只要600多塊錢 因為你是屬於額度型的 再來所謂計次型的 就是今年我的投保年間 是109年的1月到12月 保了1000萬的額度 好啦 第一次我撞到一個法拉利 賠了900萬 第二次我又撞到一個兵力 又賠了800萬 賠不賠 通通賠 因為他每一次你的事故發生 他都讓你有1000萬的額度 來去運用 1000萬的額度來去運用 所以這樣子的保費 俊相相對而言 當然要比較貴 他會自動加值 因為我不曉得你會不會天天 挑那個豪車移動行公去撞 而且我不曉得你開車 是不是天天都會發生車禍 所以這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那當然在這個額度型 跟計次型以外 有沒有更奇特的意義